我也没有办法长得就这么黑嘛 也没有办法呀 对不对 欢迎叔叔阿姨 你们这个点是不是已经吃饭了 脖子怎么样了 这是我的伤心事 昨天的时候 就是村头的大神 就是阿姨给我找了一个相亲对象 然后呢 我妈老是嫌弃我不打扮 然后呢 我就自己买了个卷发棒卷头发 没卷好的话 然后就烫到了 没事的 叔叔阿姨没事的 过几天就长好了 谢谢谢谢哥哥姐们为我点赞 对咱们动动发财的小手 可以为我点点赞 一人点个十下五下赞 瘦了吗 我也不知道 我看不出来 还以为是哪个男人给我种的草莓 要是草莓的话 对不对 哪有这么大的草莓 对不对 要是有这么大的草莓 那男孩子的嘴巴都蛤蟆嘴了 对不对 青蛙嘴吗 这么大 我河南租马店的 河南 房子建好了 房子建好了 你们看很多粉丝 在我直播间里讲 王大爷去哪里了 怎么说呢 他就是之前是我的贵人吧 就是给我刷礼物啊 就是帮我 然后这房子 有他的一半功劳吧 实话就是这样吧 你还是姑娘吗 你怎么这么问我呢 你怎么能这样问我 咋不 嗯 孩子几个月了 我没有小孩 没有去生小孩 我也没有去生什么 像你们讲的生五六个 什么之类的 一个都没有生 我要是生的话 对不对 那我肯定要带孩子呀 怎么能生小孩的 是你儿们了 眼神已经确定了 那你还挺厉害 我都搞不懂了 你又没有跟我接触了 对不对 我又没有说谈恋爱 你专在床底下看着我俩 对不对 哎呦 那你咋就这么知道 我是你儿们了 还是小女孩吗 这真的是 这么大了 已经不真结了 你 说句不好听的 你像我这么大 估计你对象都谈五六个了 对不对 还算少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资料 那个说 你至少有四十多岁 就按你一年找一个 对不对 就按我两年找一个 我也比 我也改不上你的速度 对不对 老是这样去讲嘛 好漂亮 还好吧 珍珍姐姐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最近好久没有播 就是温柔了一点吧 不要问我 很多人都老问我这些 什么娘们啊 就是什么 针结啊 什么之类的事情 没怀吗 没上哪儿怀孕吗 真的没有啊 还是原装的吗 河南里你怎么这样讲 难不成 你还少了点什么吗 对不对 老是这样去讲话 难不成你谈个恋爱就少点什么吗 你该几斤几两就几斤几两 对不对 数据 你什么的 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复杂啊 还谈个恋爱什么 还多还少的 对不对 你该是就像你一样 你再谈个恋爱 你几斤几两还是几斤几两吧 对不对 人吗 能变到哪里去啊 哎呦 不要讲了嘛 不要讲少一点啥 那你这咋说呢 那你洗个澡 还能搓掉两斤灰呢 对不对 老是问这些呢 变成熟了 没有 可能是很久没有直播了 你们就是 可能是想我了 欢迎叔叔阿姨 欢迎你们 美阳关掉 我没开美颜吧 我不喜欢开美颜 不是不喜欢开 我觉得长得就这么丑 长得就黑 要开美颜的话 还是不开了 因为我又没有什么才艺 做真实一点 反而你们还会喜欢我 对不对 我是这么想的 开美颜吧 黑 没事的 叔叔阿姨 我也不靠颜值吃饭 对喜欢我的可以点点赞哦 因为点个十下二十下赞 对 可以给我点点赞 很热 今天特别帅 热死了 今天 去那边吧 我家盖的是平房 这个房子是我 出了一大半前盖的 也是我玩抖音盖的 我还是 很多粉丝都想看看 房子盖的是怎么回事了 怎么样 就是这样 是平房 给你们看一下吧 我们就是 平房 就是这样 还挺阳气的 太晒了 也确实是太晒了 在这边 这边 这样 几层楼 就一层 就一层 但是很开心了 毕竟 就是不 不漏雨了 就是这种 大变样了 是吗 学校 大变样了 是吗 学校 小姐姐 这个房子 不知道 盖的很阳气 其实 一开始 我算的就是 二十万左右 就可以盖起来 但是呢 我爷爷奶奶 他们又不懂 就别人说 你盖这个 会更好看 盖那个的话 会更好 然后呢 就越盖越阳气 越盖越阳气 所以说 要不然房子 早就盖好了 就是盖一半 没钱了 然后又挣几个月 然后又开始接着干 寻到你爹了吗 没有 我做梦 我都没梦见过一两回 我都没有梦见过 更别说他本人了 习惯了 对叔叔阿姨 有人吵架吗 没有是自沾摊 呃 咱那说话嘞 盖房子村长站住了 没有 没有 人家怎么可能会给我站住 呃 这个房子是 粉丝帮我盖的吧 粉丝帮我盖的 有一大半吧 有一半是我爷爷奶奶 他们自己攒的钱 他们自己攒的钱 一大半是我盖的 对你们来到我家 我可以 我可以带你们去吃我家的鸡 我家养了很多只鸡 养了很多条公鸡 又养了母鸡 嗯嗯嗯 啊是我家的老公鸡在叫化 在叫化 他想谈恋爱他就叫 因为隔壁是小母鸡 没事的 呀 是公鸡 这公鸡就是这样 我一说话他就叫唤 我爷爷说话他就不叫 不知道 把公鸡跟母鸡分开了 因为公鸡老想谈恋爱 老想 就是这样 不知道 你不想谈恋爱吗 我也想 我也想就是没合适的 有人吵架 没有啊 我怎么没有听到啊 是电视的声音吧 是我太爷爷在看电视 是 他在看电视 我大呢啦 这 欢迎说说阿姨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你们 你合适吗 我觉得何总咱俩不是很合适 你38岁 是杭州的 我今年23岁 我在河南 你应该结过婚了 对不对 不是很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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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你家里是对不对 是做你女儿还是做还是怎样 所以说不是很合适的 对你们来到我家里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杀老公鸡吃 母鸡的话 留着下蛋 公鸡的话就吃 你打扮得像个大妈一样 有吗 相亲 昨天相亲就穿的这一身 这样比较成熟一点 你就穿了 男人不都喜欢成熟 性感一点的吗 谢谢叔叔 感谢叔叔 咱们给榜一叔叔 叠叠拐主 别给我刷礼物了 还叔叔 不知道 你们男孩子 男人不都喜欢穿这个小蕾丝吗 我在街上39块米买的 没有办法 我也不喜欢这样穿 但是这样穿成熟一点 对 对可以给赵赵点点赞 看上去可闲了 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 这衣服不好看 那我明天换一身吧 彩礼多少钱 每个几万的应该是取不走吧 应该要一个几万块 今天刚开播吗 我刚开播姐姐 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这段时间我生病了 就是之前生病就不太注意 就是一点点的就攒成大病了 就是也不算是大病 就是要慢慢调理 对可以给赵赵点点赞哦 现在4万点赞了 看看咱们能不能点个20万 20万点赞了 去结婚了吧 没有结婚 我家正在盖房子 我怎么结婚吗 我要是一结婚 那我挣的钱 要是再给我爷爷奶奶花的话 老公就不愿意了 知道吧 人就是这样 没结婚 对不对 我可以给我妈 我挣一万 我给我妈八千 你们还夸我孝顺 对不对 那我要是一结婚婚 我挣一万 我给我妈两千 可能老公都不愿意 所以说 先让自己娘家人过好吧 这什么美颜 多高 165万 精神高 精神高165 太懂事了 还好吧 也 怎么说呢 我也只能尽我的力气去帮了 虽然说 没能给我家里盖上楼房 但是 我已经尽力了 看看我家的房子 好 就这样 是小平房 虽然说是小平房 但是 也很洋气 现在农村房子 也很洋气 你看 就是这样 房子 房子花多少钱 要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呢 超出就是那种 预算了 头怎么凸顶了 不知道啊 可能是我 脑门大吧 脑壳就大 不开美颜是对大哥的不尊重 我不怎么开美颜 很宽 对 因为一般农村的就是那种老闸 就是挺宽的 我们就是农村就是盖房子 越盖的越宽越好 谢谢送的亲吻 这谁给我说的礼物啊 我还没看见 暂不支持查看该用户 这是谁呀 怎么给我刷了 这么多呢 别刷了 不用破费了 对不对 刚开播就给我刷礼物 嗯 还挺不好意思的 欢迎叔叔阿姨 走到我的直播间里 咱们可以把上的 进 可以点点关注哈 房子大门都没有撞 嗯 要一点一点的弄 现在房间里的门弄了 开美颜 我 我开美颜太假了 我都没这么白呀 什么叫唤 什么在叫唤 公鸡在叫唤 因为她想跟隔壁的 就是母鸡谈恋爱 我奶奶就是把公鸡跟母鸡分开了 因为公鸡想谈恋爱 她就不想吃神了 就就老想谈恋爱 你说说 可能就是 嗯 怎么说天性吧 对不对 男孩子也喜欢谈恋爱的 笑什么啊 你们笑什么啊 富蓉姐 就是这样吧 没办法 没办法 我真的不撒谎 你们要不信我了 我带你们看看 公鸡跟母鸡真的给隔开了 你们不没养鸡不懂 她老是想谈恋爱 她就不吃神了 等到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 嗯 还要杀着过年呢 过年还要杀着吃 她老是谈恋就受不垃圾了 就出不了多少肉 是这样 你看我让你们看看 她现在有点残忍 没有办法电子歌 就像 哎呦 这咋说呢 就像你吧 把你扔到荒芜人烟的地方 对不对 没有那事你也不想了 对不对 你就老想着在吃香的喝辣的 对不对 就行了 哎我不讲了 反正就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 就是 不关到一起她也不想了 一关到一起她老是想想谈恋爱 我带你们看看我没撒谎呀 我没撒谎 你看 这都是大公鸡 然后呢 这个笼子是小母鸡 没办法 多大了 我今年23岁吧 脖子怎么了 脖子是昨天相亲 然后就想打扮一下 然后就卷头发 我也不会卷 然后呢 就把脖子给烫到了 我也该找男朋友了 我不着急 我不是很急 没有这个攻击 就是特别着急 随缘吧 随缘 没有相 叔叔阿姨 你们一说相亲 我就 我就很伤心 我觉得 我认命了 我已经认命了 你们猜 就是给我相了一个什么样子的 你们肯定猜不到 你们想知道吗 想的话 打个想 但是我觉得说出来很丢脸 可能我 我这辈子就这样吧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合适的 就是没人给我相了一个 说那个男人挺有钱的 说家里还好 还挺有钱的 然后呢 就说比我大一点 就大个十来岁左右 十岁左右的样子 说家里说男人大会疼人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其实我妈也不太愿意 但是又是亲戚说的 然后就见了 还说 一开始她说有 就有一个男孩 谁知道一见面一聊天 她说她有两个男孩 个头一米五 我 所以说 我还是挺失望的吧 就觉得 我现在也不想相亲了 也不想相了 就是这样 大大我一圈 对大好几 对不对 我说我跟我妈说 我心里想 你你娶我 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 那我不是喜当妈吗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 然后那个男的又 那个男人又噼里啪啦的 说什么 你嫁给我 你嫁给我 我肯定不让你 我肯定不让你上远圈 什么之类的 虽然说我有两孩子 一个七岁 一个七岁了 一个三四岁 都是俩男孩 哎呦 你们不知道了 直播间里的阿姨 就是姐姐们 有没有人知道 还有叔叔吗 就是农村相亲的话 有 像什么样子的都有 我真的不撒谎 什么样子都有 可能是人家有钱吧 人家有钱 然后我家里 情况你们也都知道 我家里我爸又不在家 然后呢 我弟还没有结婚 我家里 我妈身体也不舒服 我爷爷奶奶年龄又大 要是 娶我的话 真的是 挺有利坠的 然后呢 别人可能根据自身的 我的情况 结合着别人的情况 可能跟我说一个那样的 但是没有办法 我要是你们男孩子 我也不太愿意 因为娶一个这样的老婆 事太多了 没事的 习惯就好了 因为 我爸又不在家 我就是我家里的底娘主 我要挣钱给我弟去娶老婆 还有攒钱给他娶媳妇 我弟都20岁的 然后连个对象都没有 所以说 也是我的一种遗憾吧 是我跟别人说 我说只要能帮我家里 就是让我弟能娶上媳妇啊 就是对我还好的 差不多的就行 然后呢 我妈可能就是这样 跟别人说 然后别人就跟我说了个二婚的 不过那男孩也可以 就个头有点低 就个头有点低 一米五 不过就是我 他看我的时候要仰着头 其实我觉得 要不然我妥协一下也是挺好的 大不了他仰着头看我 我低着头看他 对不对 相互奔赴的就是那种 我觉得是不是也还可以 太低了 低吗 说啥言 但是 没人一直在跟我说 他说 你要高的也没有什么用啊 低的 那人家有钱啊 那虽然说人家个儿低 那人家 那脚后跟用钱垫高了 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话 我就 就天天找我聊天 天天找我聊天 昨天 给我打了好几个小时的语音 我也不好意思挂 因为我想拖着他 实话 拖着他 然后再 再看其他的相亲对象 也不算是拖着吧 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实话就是这样吧 相亲就是这样呀 就是如果说 你要是觉得这个男孩 或者女孩好的话 就先聊着嘛 然后又有合适的话 再去接触其他的 然后选一个最合适的 就是这样啊 可能就是长大了吧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 一口就回绝了 就想 凡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吧 长大了 虽然说 以后做不成 他小孩的小妈 但是呢 以后 说不定也可以当个朋友 对不对 是这样想的 我还是很聪明 你开抖音不是能挣钱吗 我花完了 我挣的钱花完了 但是我没有乱花 我挣的钱 用来盖房子了 不怕那个人听到吗 不怕 不是很怕呢 花完了 挣的有20万吗 这个好吗 说出来 反正就这么多 就挣了这么多 就用来盖房子了 这房子也不是新的 是新的 是新的 只不过就是院子里面 还没有就是做水泥 可能就显得不是很完美 欢迎叔叔阿姨 欢迎你们走到我的直播间 可以给我点点赞 啥思想看不上别人 别拖着人家 也没有拖着 我就跟你们讲实话了 其实 咋说呢 再瞅瞅吧 家是哪里的 我是河南小女孩 我是河南的 我没有撒谎 骑驴找驴 也算是吧 也算是是这个样子吧 在正点中休闲 慢慢的证 慢慢的证 慢慢的证吧 我是河南住马店的 河南住马店的 欢迎叔叔阿姨 走到我直播间 最近怎么没有经常直播 因为最近就是生病了 然后就是也没有直播了 点一万赞能帮我挣多少钱 挣不了钱的 我挣不了 因为点赞 你们也就是点的 也没有就是刷礼物 如果说刷礼物 你们用钱去购买的话 那肯定就是我能得到 像点赞的话 你们也不需要投一分钱 所以说我也挣不到钱的 点赞的话只是 让直播间里就是人多一点吧 人多一点 脾气好 我脾气应该还不好吧 因为可能是很久没直播了 怎么没有礼物 我刚开始直播 再说你们给我刷礼物 我也是挺不好意思的 聊聊天就挺好的 对直播间有姐姐吗 姐姐扣个1 哥哥们扣个2 我看有 就是有多少人 我不打PK 我不打PK 欢迎姐姐们 走到我直播间 欢迎哥哥 脖子怎么了 脖子是烫到了 昨天相亲的时候 打扮了一下 就是不小心 用那个卷发的烫到头发 烫到脖子了 我不会卷 其实我私底下 也不怎么会打扮 然后就烫到了 没事 过几天就好了 我是你黑粉 黑粉也欢迎 他心里是想要礼物的 这怎么说 也是想 那别人跟你刷礼物 你不想要吗 只不过刷的话 我就挣一点 不刷的话 不挣的话 因为我不想靠礼物 去挣钱 你刷我就挣嘛 不刷的话我就不挣嘛 成熟多了 家里冷了嘛 家里今天还好 那你靠什么挣钱 就是 助农吧 谢谢送了 李花筒 不要送了 真的 我是看你直播长大的 也有很多老粉去支持我 我也很感动 最近我没有直播 是因为我真的是身体 就是不太舒服 就是生病了 你们也不要去担心我 我看很多人给我评论留言 留言 我也是很感动的 为了我就是跟小黑粉 为我辨别 就是辩解 还是 对不要因为我去跟小黑粉去 那个 为我说话 有些小黑粉杀红眼了 连你们也会骂着 我觉得还是 挺 有老鼠 我不挂 我现在还不挂 那个小黄黄 刚开始直播 让我先试音试音吧 找我玩 好 大家众筹一下把门给抓上 没事啊 你这样讲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虽然说也是靠你们 但是 我现在不打PK我也不问你们要礼物了 所以说靠自己吧 就是慢慢的 如果说有些就是产品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内什么一下 中飞混血 没办法长得就黑 长得就不是很白 哎呦 我让你们看看 老鼠 哎呦 非常好 谢谢文广哥哥 好吃就行 厕所也进老鼠 他们没有什么吃的话就跑到厕所 就这样 反正 你妈妈呢 你妈妈呢 你妈妈有没有找到合适的 还没有 但是我让我妈去减肥 我妈有点胖 让我妈去减肥 给她再炒一个合适的 今天人多一点 前天播的时候人少一点今天人多一点 好多人在问我爸找到了没 没有 你我做梦我都不梦见一回的 你更别说他本人了 我都忘了他长什么样了 谢谢游泳哥 我都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 好像听说跟我有点像 不是我跟他应该有点像吧 忘记了好像发福了 这么多女主播就佩服我 安明哥可能是你看的直播比较少吧 这样也很多的 我只是一个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 小农村女孩优秀的人很多 很长时间没有刷到我了 是我最近一直都没有直播了 你爸走了 不知道反正就是下落不明 好像被老鹰给叼走了一样 我是这样想的 习惯了 现在已经习惯了 欢迎叔叔阿姨 欢迎你们走到我直播间 明天我要带着 可能明天就不怎么播得了吧 这个时候明天我要带着我太爷爷去看病 因为我爷爷要去地里面去干活 还有我奶奶 他们要去浇水 这几天河南一直干旱 就不怎么下雨 要去浇水 小麦都不怎么长了 然后呢我太爷爷又生病了 我要骑着三轮 带着我太爷爷去那个看病 去输液吧 还是拿药 要听医生大夫安排 然后明天可能这个点播不了了 欢迎你们走到我直播间意 谢谢你们夸我 这房子怎么没有装门 还没有装门呢 一点一点的装 礼物的门已经装过了 嗯 纱窗刚装完 需要三十万吗 二十多万 这房子二十多万 真实的人还好吧 也不是很真实吧 你说我太真实 我还挺害羞的 上次买的葡萄干还不错 是啊 小姐她就是那个品种 她是那个品种的 太爷爷是爷爷的爸爸吗 太爷爷是我爷爷的爸爸的弟弟 因为 那个时候就是娶不上老婆的光棍比较多 所以说我爷爷他弟弟 我爷爷的爸爸的弟弟 就是我 干太爷爷 就是太爷爷 就是没有对象 然后呢 我爷爷就一直照顾他 然后一直在我家里 没办法 这个女孩少男孩多 得喜欢我的话 也可以为我点点赞 也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 叔叔阿姨 哥哥起起 欢迎你们走到我的直播间 是五美言吗 我没开美言 我又不会才艺 我也不会唱歌 也不会跳舞 还是不开美言 真实一点吧 对不对 让有别人喜欢你一个点吗 要不然抖音上面这么多 有优秀的 一些主播 对不对 没办法 我没有跟大哥跑啊 没有跑 开个美言看看 好 开美言的话 就是不是很像我 就这样 就不是很像 你上直播不没卖东西能挣多少 不卖东西就是没有 因为我现在我也不打PK 所以说也不怎么有礼物收入 小招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 不开美言 可能是你们看我不开美言 你习惯了 就是我一开美言的话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不自在 几间房间 五六间 五六间 我带你们看看吧 五六间房 这是客厅 这 这也是一间 然后呢 厨房 这是厨房 灶屋 这个是另外一间房 我家的宅子比较大 这边是洗澡间 有两个小胖孩 那边是厨房 这个是 这个也是一间房 我要住这间 这间有 太阳 然后还有这一间 你看这一间的话 就是旁边就是有其他人盖的房子 没有阳光 怎么说呢 一般我们就是这边的人 在农村带习惯了吧 就是根都在这里 就是宁可在村 也不在城市里面买 因为地呀 家里的地呀 根啊 都在这农村里面 所以说都已经习惯了 房子很大 因为我 我家那个地就比较多 老宅就比较大 房子漂亮 装修豪华 一开始 我还以为就是只是一个小平房 谁知道现在 农村盖房子也盖的跟小别墅一样 之前预算就十来万 就可以了 十来万就可以盖好 但是别人说 哎 你再装个柱子啊 那显得好看 你再整个这整个那 然后呢 就越整越豪华 花了二十多 烫伤了 土豪这么多房 大哥 我家就干了 就干了 五六间平房 你说我家 有钱 有院吗 有 院的话 就是还要打那个水泥 就是土已经垫好了 水泥还没打 家里几口人 我爷爷 我奶 我妈 我弟 还有我 我爸不算 因为我爸不在家里吃饭 几年都不回来 像老爷给叼走了一样 他管他自己 所以说我们家里 五口人 有客厅 我家的都没有你家的好话 哎呦住了一辈子的破房子了 盖的话 就想盖好一点 家里谁挣钱 我挣的最多吧 我挣的最多 外墙 外墙就是水泥 就是水泥 那是院子 就是这样 直播真挣钱 几个月又就能盖洞房 哎呦 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也是几个人 你们没有刷到我 我也是播了很久 播了很久 你们才 你们才看到我 所以说 怎么说呢 做哪一行都没有容易的 坚持就好 公鸡想谈恋爱 老想谈恋爱了 不好好吃东西 老想谈恋爱 我奶就把他们给隔开了 一点女声都不能听 一听见老师在那叫 你说说 最近没有播了 成熟了 是吗 姐姐 是吗 阿姨 说说 我奶也太残忍了 你们不懂 你们不知道 你让他谈恋爱的话 他就不吃神 那公斤饿的 瘦的 跟 说句不好听的 跟 跟个戏狗一样 就是那种的 跟电线杆子一样 窄的时候吧 出不了多少肉 不窄的话 又是 又是一只鸡 所以说 难搞 变瘦了 变瘦了 没有办法 只能隔开了 别说是公斤了 就男人 不也是喜欢 就是 追求自己 就是 本性吧 天性吧 这玩意儿 你咋改 你只能改 把他们给分开 分开 他就消停了 对不对 学年才艺 我不学了 一把骨头了 我今年都快小三十了 再过几年 今年都二十 二三了 对不对 还学才艺 不学了 这辈子没机会 离远一点 看看全身 我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 有好多男人 一到直播间 你站起来看看 我都搞理解不了 有啥可看的 我两条腿 对不对 老是站起来看看 我不明白男人的思维 为什么要这样 我搞不懂 站起来 他是想看啥呀 我这不懂 你看站起来 不站起来 就这么回事 就两条腿 也不知道 你是看哪块 很多 哎呦 每次都说 站起来看看 站起来看看 天性 不知道 不知道 老老是让站起来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虾下吃微锤 怎么这样说呢 说句不好听了 我快下坡了 就跟你们讲一讲 哎呦 怎么说呢 哎就喜欢整好的 你就喜欢整好的 那人跟人长得还不一样 对不对 给你哪个 你就怎么说呢 哎 你就哪个不就行了吗 老师问这些锤什么玩意儿 就这种 老师就这些 哪有这么合适的吗 老师整着出 闲着闲那 对不对 那你们男人还怎么说呢 还有些长得都不一样吗 对不对 个头啊什么的 老师说别人 这 说别人爱 这个女孩子 这 那个女孩子那 对不对 平静姐姐 欢迎姐姐走到我直播间 哎呦 你把你自己给那什么一点 哥 你自己 你你大就行了 对姐姐说说 姐姐们扣个一 哥哥们扣个二 好不好 我看看有多少 姐姐多少哥哥 我要下播了 姐姐梦的扣个一 女人也好这口 哎呦 那老师讲这些 事情 乾坤什么颠乱捣风的事情 老师讲这些 哎呦 欢迎姐姐们 也欢迎叔叔 我哥哥们 我下播了 明天看看吧 明天我要是带我太爷爷 早点回来的话 我就播 要是他要是书业的话 就播不了了 对没给我点关注的 也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哈 对也可以给招招点个免费的关注 祝你们开心 每天我要下播了 拜拜 可以书业直播 不行的 因为都是老人 你要是说大吵大闹的话 医院嘛 诊所还是要安静一点的 拜拜 姐姐叔叔阿姨哥哥们 嗯 明天再看吧 明天播的话 我就给你们播 也谢谢 给我送流的 哥哥姐姐也破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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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